臭小子又買玩具嗎? 家裡沒位了 還買? 歡迎大家收看馬高斯TV的馬高斯 在開始這條影片之前 歡迎大家訂閱Youtube頻道 按鈴鐺 一有新片你就會知道 我們現在開始今次影片 今次這條影片就是開唐膠打膠道的開箱片 眼前你就會見到很多東西 這裡其實有四隻唐膠 分別這裡就是7Gard 後面就是Windum 這裡旁邊就是Jagular 中間就是超人Z 這四個組合大家都很清楚 就是超人Z裏面的Storage Storage就是超人Z裏面的特殊部隊 而且機械角色叫特空機 眼前這四隻唐膠的出品 就是Panel X的Joseph出品 大家可能有看我的開箱影片都認識它 現在四隻都蠻多的 所以我就不吹太多水 逐一隻逐一隻開來看 首先拆了紙給大家看看 好了 現在打開了包裝 拆了紙卡 本身有收藏的糖膠 都知道 紙卡很有收藏價值 所以現在都給大家看看 其實Panel X也是特地找專人畫這些畫 雖然我忘記了名字 但我轉頭找了IG之後 給大家看看 它裏面也有很多很漂亮的畫 大家可以追蹤它的IG 首先左下角 你就會看到Panel X的Logo 然後這裡寫著圓谷授權之類之類的東西 之後中間就是超人Z 然後旁邊你們會看到超人Zero 而且它是有蒲版的超人Zero 後面也是相同的樣子 然後另一張就是Jagula Jagula就是蛇倉隊長 這裡很明顯是英文的Jagula Jagula Jagula是Jagula 然後這次的Logo在左上角 然後這裡也是圓谷的樣子 然後這幅畫也很漂亮 你看到它拿著刀 說它的樣子超級有型 後面還有閃電 所以兩個拍在一起 雖然不連畫 但也挺漂亮的 後面也是一樣的 然後就是可愛的7Ga 因為它的包裝比較大 所以紙卡就更加大 所以就更加有收藏價值 但是因為它的大關係 收藏好袋子的時候 很容易就會弄到紙卡有點抄了 彎曲了 但也無傷它有一個漂亮的感覺 而且又增加了一種懷舊的感覺 這裡就是Sevunga 然後出現鐵甲飛拳 眼神還很有型 你看到這裡還在噴煙出來的感覺 Logo就在下面 後面都一樣 然後就是特空機2號 雖然這隻應該不是超人Z那隻 就是七星盒裡面的Windom 但是四四五入 都可以假裝是超人Z裡面的特空機2號 這裡寫著Windom 然後這邊就是Windom的圖案 而這隻的配色就是藍色的配色 這個糖膠 還要怎樣入手呢 就要在日本的務場畫廊才能入手 所以來說就是特別一點的顏色版本 而後面都是一模一樣的 這裡這幾張就是這樣的卡 其實Joseph 即PandaX 是有推出過King Joe 但是他就不是特空機的樣子 所以就希望他之後都可以推出一下 不過都有點難度 我也明白 所以來說 配色是相似的話都頗不錯 這裡就是這些卡紙 現在就開始看一隻膠 但這隻看的就是Windom Windom原本的顏色就像機械人一樣 是銀色的 但是今次這隻就是另一隻版本的顏色 你會看到一些藍色的樣子 而這個沒有記錯無場畫廊的時候的活動 就是今年夏天 夏天的時候的一個活動 所以來說 夏天活動出的膠 都比較是一支沙灘的感覺 或者是藍天沙灘的 所以這隻就是藍藍的顏色 首先跟大家看一下頭 我就拿近一點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始終空間問題 所以就要斜的給大家看 你會看到眼睛那裡 後面旁邊圍著是黃色 眼珠位是黑色 然後這個眼的位置 你會看到是紅色和銀色的漸變色的東西 而且那種眼睛很有超和的感覺 就是那種簡簡單的漏 但是又做到那種感覺 然後就是它的鷹嘴 你看到這個鷹嘴都做得很漂亮 然後它有個頭 雞關頭 有點像七星合的雞關頭 然後旁邊這些孔位 或者這個左右凸起的對稱位 就更加有那種機械的感覺 然後這個位置就是發射激光的位置 然後頸位就開始是藍色的出來 然後旁邊的位置就是銀色 這些位置都做一個漸變的藍色 其實我都覺得挺漂亮 然後下半身就是這樣的樣子 這些機械的洞洞位 然後腳的中間這個位置就是紅色 然後這裡就是這樣的樣子 還有給大家看一個可動 其實這些躺膠可動就沒有什麼可動可言 首先就是手可以這樣動下來 裝模作樣前進也可以 又或者腰位都可以這樣移到 所以來說可以裝模作樣攻擊過來 這樣打過來都可以 然後腳就只有這裡可以轉一下 下面就有Panel X的Logo 至於背後面 你都可以看到它會上多了一些藍色 然後還有電盜藍的感覺 就更加有那種機械的感覺 所以來說都真的挺漂亮的 這一隻就是Windom 接下來第二隻就是Sevenger 但在玩本體之前先看看配件 因為這次這隻有些東西玩一下 如果大家有看Panel X的訪問片 那時候都好像玩過Sevenger 不過就是原色的版本 它的眼睛很特別 可以用換眼睛去玩 後面就是磁石 首先第一對眼就是這對眼 你看到皺了一點眉 可以這樣平線也可以 斜一點點 這樣扁下來裝可憐也可以 然後另一個就是靠叉眼 然後還有手 可以換上去 這個就是轉頭手 但是糖膠要換手 有點難度 首先要吹熱風筒 弄到它熱了一點點 軟了之後才可以換下來 可能我這次拍片 就未必能展示給大家看 但是轉頭 如果我真的換不到的話 我就放一張官方的宣傳圖給大家看 就是這樣 現在就開始看本體了 剛才附送了兩對眼睛 這個就更加驚恐的樣子 一顆點 然後整個圈圈的樣子 就是第三對眼 Sevenger先說可動 這次 頭就不能扭 手可以這樣扭上來 水筒腰也轉不到 就是腳可以這樣扭一扭 可動來說就是這麼多 之後就看看細節位 本身它的水筒型原色就是銀色 今次就微帶紅色 它好像沒有記錯是儲光板 即是轉頭吸夠光 熄燈就會發光 待會試試給大家看看 然後身體畫了一些黑色線條 之後就製造機械感 然後關節位置也有製造銀色 然後空口這個位置 例外都是金色 然後這裡就有點點 也挺帥的 而後面方面 你也看到 噴射器 然後噴射器也畫好一些線 金色位、銀色位都做好出來 這隻就是SERBUNGAR 然後換眼就換給大家看看 沒有記錯 它是磁石 你可能要給它一點點力 或者拍它出來都還沒有 你等我一會 因為可以了 因為我現在拍片 這隻手是要隔著相機才能拿出來 就差一點點 首先換了一隻靠叉眼 其實持力換的話 也挺方便的 你看這樣就換了上去 你看多可愛 它可以假裝坐下 這樣假裝坐下 躺在這裡都可以 因為空間有限 展示不到給大家看 轉頭看看 之後換另一隻眼 它換起來也挺方便 剛才說過 可以這樣做 扁一點點下來也可以 扁一點點 這樣貼下去 扁一點點就可以 然後這樣手動轉上來 不然有點難度 手動轉 不如整個抽出來 這邊平線眼 這樣就可以 或者勾勾珠 勾得太多 扯一點點 這樣 這樣就可以假裝生氣 可以做鐵甲飛拳 這樣打過來 你看多生氣 這個太生氣 又是 斜一點點上來 這樣 哇 鐵甲飛拳 這樣也可以 我現在嘗試一下 換不換手 換不到就給官圖大家看 到頭來 真的給不到大家看 因為我開箱的時候 整間房都佈滿雜物 我就走不到出去拿風筒 所以給大家試一下 大約換上去就是這樣 如果是官圖的話 就是這樣 官圖就另外給大家看 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這樣 現在給大家看速光 你看看 關燈之後 就會發紅色光出來 剛才第一次最顯眼 但之後慢慢會退光 又要再吸過 又要再發過 但剛才那一刻 紅色 真的蠻漂亮的 很有那種 自爆的感覺 我現在試一下 做一下靠叉眼自爆 給大家看 給大家看 給它吸光先 喔 都做到那種紅色 不過 因為這次 不是吸太久的光 所以來說 它就 不是閃得太多 而且後面 我那盞大燈 就沒有關掉 所以來說 就差一點點 但是呢 如果大家玩起來 是做到那種感覺 其實這隻 Sepunga 也有很多東西玩 又可以換眼睛 又可以換到手部 而且這次還玩到這個 速光 所以來說 也有很多東西玩 接下來 它好像都會出 一個超大 特大尺寸的Sepunga 還有其他顏色 也有機會出 所以大家記得要留意一下 接下來第三隻 就是Jagula 又是看了一些散件 這次這個頭 剛才說的Sepunga 就要用熱風筒 弄軟了才能換到手 但這次這個頭 就不用 因為它本身已經是軟 所以可以這樣 這裡抹開一點點 然後這樣吸下去 所以非常簡單 至於相識方面來說 它的眼睛是藍色 是實色 然後就淺淺的 不是叫淺藍色 這個叫粉藍色的感覺 然後這裡 你見到角位 都做了一點點漸變的 橙色 然後你見到很多尖尖位 因為它是尖尖星人 你見到它都做了那種感覺 而且還打了一個 類似亮亮的感覺 你見到燈射起來都亮 然後旁邊這裡 才是電導色 你也會見到的 然後就說你看 旁邊這樣看 多有型 正面看也很有型 再看這邊 嘩 超級有型 就是這樣 然後就看看劍 劍來說 這裡刀身位 都做了那種亮的銀色 這裡就做了金色 然後就看看瓶位 這個刀身的位 不是刀身 刀身在這裡 這邊是刀柄位 刀柄位 你見到都做得很漂亮 這些位置好像做到一些東西包著 一些布 突出來的尺 都是一些電導的亮色 然後這裡這個位 你見到都不是純一隻色 都有上其他色 都頗漂亮 這個把劍都可以套在手上 一會兒試給大家看 現在看看本體 首先看看面相 其實不論躺膠也好 或者現在新的SHF 或者其他figure也好 其實要做到面相出來 特別是真人的面相 都真的不容易 而它因為躺膠的關係 所以做了一種懷舊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是可以接受到這個樣子 而且看髮型都知道了 它這個就是超人Z的時候的Jagular 所以就是蛇倉隊長 你見到頭也挺英俊 而且它的尾巴很有煞氣 然後眼睛方面就藍藍色 而且一些五官耳朵 都做得不錯 其實都不是差 換頭方面 其實因為它軟 所以直接吸進去 你看多簡單就吸了 你看到現在變成怪人形態 Jagular 後面就是這樣 其實吸會露一點出來 但都可以的 然後看看胸口 它這個胸口 就看到一個彎月形 那個箱口位 都做了出來 然後它這些甲位 肩頭好像有一隻怪獸 擦大口的感覺都做到出來 然後這邊手是握劍的 所以你看到這裡是這樣的 然後另一邊 你也看到是一樣的 反而這邊就放下一個手 放手的感覺 然後下身就是這樣的 銀色都挺漂亮的 而且Jagular 也有很多不同的形態 雖然差不多 但會爆出一些邪氣 其實要出別式 即是原色 要出別式的話 也不是很難 所以都很期待 後面複雜的設計 也做到出來 你看看紋路多好 屁股位也好 至於可動方面 都可以帶著 可動方面 除了出來會明顯一點 可動方面 頭部都可以移到少少 手方面都可以遞到上來 這邊都可以遞到 而手腕都可以轉到 這邊當然都可以轉到 然後腰部就沒有 但腳都可以遞到 就是這樣 我現在就將它全部裝了 現在放好姿勢 我先拿起手機 因為始終空間有限 你會看到它很有型 你手扭上來 就扮成這樣 頭部再側一側 把劍拿著的時候 就非常有型 動作已經擺到 我現在先把斬擊姿勢 現在放了這個姿勢 因為下半身是直不甩的 所以直接看上半身 你會看到也做到斬擊姿勢 試試對一下招把劍 對招把劍是這樣 然後就對回來這裡 你看多有型 然後再拿它旁邊看 旁邊看反而差一點 但剛才的角度 很有斬擊的感覺 這個就是Jagular 最後一隻就是超人Z 頭部的設計 跟Jagular的設計一樣 也是一個軟身的設計 所以吸進去都很容易 而且超人Z 它本身的眼睛就是鑽石眼 但塘膠比較有難度 所以用白色去處理 而這隻超人Z的配色 你會看到它的眼睛 就不是電到銀 就是比較偏向灰色 但灰得來 它的細節位 你會看到有些碎的閃粉 在這裡 所以來說都很漂亮 我不知道鏡頭看不見 我試試打多一點燈 你會看到這些位置 是有些閃閃的碎粉 在這裡的感覺 然後你看到超人Z 有些很獨特的型 它都做了出來 這個位置其實真的很漂亮 在這裡的頸子 有些藍色 在這裡看的話 就顯眼一點 你看到一些微微的白粒 就不是塵 就是那些閃粉 而後面就是這樣 另一邊的側邊就是這樣 同樣來說 超人Z的頭型都真的很漂亮 跟Jagular一樣 都是尖尖起角的感覺 好了 接著就看看本體了 正如剛才所說 躺膠做的人樣 仍然是有點出入 但我覺得都無雙大雅 這個就是姚輝的樣子 你看到那種短髮都做了出來 然後眼眉眼睛 都是那種很鷹的感覺 你看到有點像鐵甲萬能俠 三一萬能俠裡面的 男主角的眼神 然後五官 口又這樣 耳又這樣 鼻子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而膚色方面來說 打了燈上去偏黃 但我實際 肉眼去看 就是很正常的肉色 看看吧 照舊我的燈是打白燈 不過後面我那盞黃燈 就是黃色燈 所以來說都有點影響 但實際實物來說 真的是肉色的肉色 然後身體方面來說 能量燈是用了電鍋的藍色 然後其他身體的位置 跟上超人設的感覺 都做出來的 灰色位同樣都是閃粉的感覺 然後旁邊看就是這樣 藍色的照片都挺漂亮的 下半身就是這樣 後面方面你看到是這樣的 挺漂亮的 腳板在呢 你看到有貼紙 可動方面 其實跟剛才Jagula都一樣 頭部可以轉動一下 手都可以動到上來 然後手腕 這次因為沒有需要握什麼 就沒得轉 腳方面都是這樣動 所以可動方面很簡單 我現在嘗試蓋上去給大家看 蓋上去的時候 其實都是抹開它 然後這樣壓進去 在壓方面來說 都要給一點點力 這樣就成功變到新的了 變新成功 這樣就見到 這裡其實都會露一點點肉出來 但都還好 讓我嘗試能否合上更好一點 是有的 合上更好一點 就是這樣 你看到這裡 都要開了一點點口 但頸位其實可以很貼服的 埋進去 然後轉過來也行 轉過來也行 轉過來也行 你看到 給大家看看 全身樣子就是這樣 你看到 變了新之後就是這樣 也挺漂亮的 其實我都很想它出了超人ZERO 即是既然可以出了Z 就不如出了超人ZERO 對了 Josie 如果你有看這條影片 記得出了超人ZERO 我也很想要超人ZERO 就是這樣 現在就去了Panel X的IG 你看到這裡寫著Panel X Asia 這個就是它的IG 大家可以追蹤一下 下面就是一堆不同商品的相片 首先這隻King Joe 就是接下來11月底 就有一個超人大型活動 這隻就是當場的限定品 你會看到King Joe的顏色 就是偏一個像閃爍的灰色 都不是灰色 是銀色 就是一種銀河的感覺 然後另一隻就應該是這隻 這隻就是超人太郎的時候 那隻叫做炎黃 你看到它的顏色 就做了那種閃爍 有些閃爍在裡面的顏色 這隻就已經不是原色 然後之後 超人的怪獸 還有這個 這個就是超人G的時候的Goddess 就是第二形態 這個也是武場畫廊的限定品 然後還有很多 這個就是實物 然後還有這個 厲害 超人Z 就是另一個顏色版本的超人Z 你看到 眼睛就由白色轉到黃色 然後身體的灰色轉到白色 有種卡通超人的感覺 動畫超人 就像最近USA三文組 做了皮套之後 灰色轉到白色 然後眼睛都是黃色 這個都近似那種感覺 同樣也可以換頭 這隻就現在還在接受預訂 大家有興趣也可以訂 好了 這麼快就開了這四隻膠 其實這樣四隻都排出來 都頗有感覺 還有一些堂膠的推出方式 有些特別 假設有一隻元帽出來之後 第一次當然就是推出原色 但陸續之後 就會推出不同顏色 例如這邊這兩隻 都是不同顏色的版本 而超人Z 剛才也介紹過 超人Z 正在預售的版本 就是一隻灰色轉到白色 比較有些像卡通超人的版本 配色都有 我相信這些 無論是眼前這四隻 或者之前推出過的其他角色 它陸續有離 不同版本的顏色 真的陸續有離 所以大家記得留意 Panel X的IG 它們有些最新情報 都會有 今次這條影片就到這裡 現在這個頻道 增設了會員制 如果大家有能力想支持 歡迎大家課金加入做會員 大家在支持 絕對製造的動力 今次這條影片就到這裡 拜拜